主席,那我們市長,各位局處首長,媒體先進 那大家午安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討論有關我們科技執法的事情 那個警察局局長,你好 台中市,我們的科技執法 從今年的1月8日舉發案件 與去年相比 相較呢,我們減少了將近快2萬件 那現有的這個科技執法的入口呢 它的交通事故,也都下降了三成 所以說呢,這兩項的數據呢,可以代表說 我們的科技執法呢,是有效的 可以降低呢,我們駕駛人的違規 以及造勢 那所以呢,在這邊呢,我要感謝 我們的警察局,我們的同仁 還要謝謝我們的局長 那謝謝我們所有的同仁 為這一點,為我們行人安全的這一點來去努力 那但是呢,扣除掉 就是有許多台中市的辦的這些大型的活動呢 那我也常發現到,在我們的這些科技執法的入口 那我們仍然呢,會去設置我們的遠景 或是說是我們的翼膠 來去做一個膠管 那我們設置我們科技執法設備 我們的目的嘛,第一個就是什麼 我們行人的安全嘛 第二個,就是希望說我們不要去浪費警力嘛 那能夠讓我們警力的執行 降低我們警力執行的風險以及成本嘛 對不對,局長 這一點可以接受嗎 當然 所以希望說呢,在這一個 我們的這個交通港的這個計畫啊 是否呢,能夠重新呢,來去做一個檢視啊 是不是要在設置科技執法設備的這些入口 你還要再去設置什麼 設置遠景 那還要呢,再去設置什麼 設置我們的這個翼膠 好不好,可不可以 這個部分根源報告 我們隨時機動在檢討啦 當然如果是一般的時段 我們不會再去做這個人力的派遣 但是如果是比較大型的行務 因為疏導交通為優先 比較大型,比如講F1Revo的showroom這樣的案件 我們可能入口還是必須要有指揮的人 那個時候重點不在執法 而是在快速的疏導交通 好,謝謝局長 針對我們的這個交通港的這個人力的配置 希望能夠呢,回去做一個人力的檢視跟盤點 沒問題,謝謝議員 那再來,其實我一直是很關心 我們台中市的這個警力的問題 那本身我們的實際的原額 其實就比我們的預算的原額還要少 那目前呢,我們台中市 就是我們的警察局 最近呢,進行了一項叫做整次台中的 我們這個封紀的事情 要辦理六年輪調 那我想請問一下局長 在現在我們的警力如此吃緊的狀況之下 那現在借零退休寫報告 然後不調動的人有多少 跟議員報告 我們昨天算了一下 在這一個部分大概有30位 但是這個部分他們 並不是說他真正的送出要退休的報告 目前只是他們說有這個退休的意念 所以來停止調動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局長,我相信現在我們的警力本來就已經 就已經比我們的預算原額都還要少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呢 這一個,你是不是要重新來去審 來去從事一下審視一下這個計畫 說實在的,我們不反對輪調 但是能不能夠整個計畫能夠更周延 那在這邊我有兩點要提醒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輪調的10點 第二個就是我們輪調的公平性 那我想輪調的公平性 那我也不用再多說 局長你心裡面很清楚 這一次的大調動很多的基層都動到了 所以這一點我也不要再多說 第二個我要來講第一點就是我們的輪調的10點 現在已經是10月份 幾乎大家都已經準備 已經努力了一整年了 明年就要來領什麼 我們的年終獎金 我們的警察同仁 脫掉他的制服 他一樣是什麼 是我們台中市民 那很多的我們基層的員警 為了等這一筆 我們的年終獎金要來去繳交孩童的註冊費 甚至說是學費 其實對他們來講 有這一筆的年終獎金 對他們是很重要的 所以是不是說 能夠把這個計畫 能夠重新的回去再周延一下 能夠讓我們這整個的調動 不管說是讓我們上面的長官 還有下面的這些基層員警 讓他們能夠什麼 能夠對於這一次的調動能夠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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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